在这边发现了一个螺 这个螺不行了 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热的原因 不行 这里有鱼 都漂白度了 应该是缺氧 这么大个嘴巴应该是缺氧 这个好重 三十红的 前面还有两条 前面还有两条 这个也不行了 这条呢 这条也不行了吗 好重啊 这几条鱼好重啊 应该是天气热 再加上应该也是缺氧 因为这边的水比较浅 搁浅在这边很容易缺氧 不管了 捡了就是了 这里有一条虾 虾应该也缺氧了吗 虾应该也缺氧了吗 这里有一条 这里有这栋 这栋 这栋 这栋的 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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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活的活的 活的活的活的 这里有一条 圆圆圆的 看到有一条虾 很大一条 好能堂 哈哈 可以在这边找一下 这边还草很多 我都没啥动静 这里这里这里 哎呦 哎呦 一块虾我还奈何不了你 哎 螃蟹 这是奢子蟹 哦 褪壳的 里面空飘飘的啥都没有 这是褪壳的 哇 发现虾了 这个 红糕 这里红糕了 哇 前面这里有两条 哎呦 这两条好抓一点点 哈哈 这个回家拔一桌 或者是做那个油焖大虾 哇 这里 有虾 哎呦 这糖条里可以 这里 这里好几条呢 哎呀 哎呀 好大一条 那条糖到哪里去 哦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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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扯着它的树树了 这边树树不是 是 这边的水比较冰淡 哇 这里有一条 哇 就一堆螃蟹 其他没啥 啊 哇 哇 只要在这里了 哦 这边蟹 哎呦 没发现 哦 有小鱼 蝎啊就没看到 小鱼螃蟹就看到不少 哦 这里有一条没看到 好大一条哦 摸一摸 这一片的水 哇 这一片 哇 虾 看到虾了 这一片好多小鱼 哎呦 小虾也有很多 挺滑的 哦 这里有 哎呀 这里一条 哎呦 两条 这条小鱼好别扎 哇 它小小的 已经是大的肚子了 哦 这里有一条 哇 这片肚 咱们先放头一下 在这边的排水沟 那里找了不少 找了好久了 现在也是特别晒了 我们就先回家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小鱼视频可以关注 咱们下去见了 拜拜